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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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喔 再給自己個掌聲好不好 各位穿上我的面目還有我的人 期待自己的這個成績 我自己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是很喜歡參加各個學校比賽 尤其現在比賽要更多啦 我覺得這很好的事情 雖然我一直覺得音樂不該被禁忌啦 因為音樂本身是藝術嘛 藝術就沒有所謂的標準 但是呢 應該說藝術沒有對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比一個高下的時候 好像還常常 不管葛萊梅獎啊 金曲獎都在比高下 那我覺得我從一個角度來講 因為等一下老師也會分享很多他們的觀點 我覺得音樂就是表達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用契樂的表達 或者是你寫一首歌 詞曲創作 或者是你唱別人的歌 但是你用你的聲音來表達 但是音樂它就是一個表達的延伸 那什麼叫表達 表達 像我現在講話就在表達嘛 等一下待會大家臉書打卡 你的今天的心得感想 你就在什麼 表達 有人可能會寫一篇洛洛燈寫個八百字 今天看了什麼 看了什麼 有人看得好 有人唱得差 有人可能就兩個字 搞不好 無聊 打個卡 也有可能 但是表達的背後 不管你用多字或少字 最重要是什麼 你要有感覺 無聊也是一個很好的感覺 你寫八百字 如果你用了八百字 你用了一大堆的音符 可是最後 你只是記下來 第一組唱了什麼 第二組唱了 第三組唱了什麼 我相信你的粉絲專業的朋友 或IG的朋友 可能看你這篇文章 他就算很認真讀完 他可能還是獲得帶到什麼東西 感覺像 就是一堆文字在他面前 所以音樂它基本上是一個表達 所以有的時候 我常常跟 尤其今天可能演唱組的部分 前面我覺得就有點可惜 我一開始想說 是不是我們位置不好 麥克風很小聲 但我發現不是 上台的時候 如果你要唱歌 其實唱歌最重要的是表達 所以你的情緒如果不夠的話 你必須要點燃下面的火焰 有的時候 老實說 譬如我們去校園演出 真的有時候 PA音響的狀況是不好的 或者是 他也很辛苦 PA大哥 早上七人就起床 翻動向這些 他在音控的時候 也會累 但是如果一個 真的很有態度的表演者 其實你可以點燃什麼 點燃快要睡著的PA 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 音樂它就是不斷不斷地 感染 感染出去 感染你旁邊的吉他手 感染你的主持 主持人 感染前面的評審 感染觀眾 感染PA音響 燈光聲都會為你的而舞動 常常有沒有看到是這樣子 所以 我希望大家去想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我要彈這首歌 為什麼要玩音樂 為什麼我要彈吉他 為什麼我要唱歌 為什麼選這首歌 當你想通了之後 我覺得你在做很多事情會做得很好 那我特別再跳到創作組好了 創作組今天其實我滿期待 可是只有四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 當然不是說唱歌不好 或者是演奏樂器不好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創作 所以我知道創作 它本身帶來一定的能量 對一個音樂人而言 你去認真的把你的詞曲寫出來 把這個吉他合學安排好 把你的表演方式安排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 在我們音樂圈裡面講到 製作人這個工作的一個 不斷在做的事情 每一張唱片 它就是一個製作的工作 其實就是在安排這樣的事情 那這次有四組 我簡單講一下 第一首歌叫做 這一幕 對不對 同學還在嗎 賴君彥同學 賴同學還在嗎 啊 該不會走了吧 因為我要講給一聽的 好 我覺得賴同學他的歌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其實這首歌還蠻 蠻心痛的 講的是 最後他跟媽媽的一個見面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 在這首歌的運用上 和弦上 有點太單調了 就是可能 都是大調和弦 都是吉牌式 每一個段落 所以聽到後面會覺得 有一點點 甚至有點輕快 我自己覺得 所以可能在 和弦跟旋律安排上 也稍微調整一下下 不然我覺得這個故事的題材是 很touch 但歌詞其實是有感覺的 但就是和聲使用上 有一點點 好像可以再想一下 那第二首叫阿嬤 也是講這個輕型的歌 這首歌其實看歌詞的時候 我還蠻喜歡 就還蠻期待那個 就是旋律的表現 然後我覺得其實整個的 因為我台語不是太好 不過呢 這首歌其實 其實在很多的那個 用字潛質上 你感覺出來是以前 我們聽 小時候聽台語歌 爸爸幫我唱 或家人會唱 的一些歌詞拿出來 那這也是現在 我覺得台語歌 常常會碰到的問題 就是 好像如果你要寫的 很像台語歌 但是你就好像 會拿到那種 十年前 或是二十年前的旋律 拿出來用 但是你太創新的時候呢 就有人覺得他不像台語歌 那我覺得阿嬤就聽你 有點卡到這個位置 就是 有些旋律 好像是古早以前那種旋律 無聲音間 但是 有些和聲 用法 又有些現代的歌曲 對 這是一個 要去思想 我個人覺得 要嘛 就寫真的像那個 江菲二姐的那種歌 很傳統的 台語歌 會有人喜歡 要嘛 你就整個跳出去 就不要再用那種 流行歌的作曲方式 去寫台語歌 可能Funk 可能 他會有新的味道 這是我的建議 然後另外一個 我很喜歡的創作 叫做 爸爸叫我不要闖黃燈 這個 靜淳 對不對 還在嗎 喔我也在 我很喜歡你的表演 其實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棒的表演者 他一上台就有他的感覺 跟他為什麼要上台的原因 有些人上台就是 剛好辦一個比賽 然後 運氣不錯就進了決賽 就準備把自己歌演奏完 他是享受舞台 但是我相信他的享受是有 設計的 他的一些趣味是有想過的 他並不是隨便亂搞 他覺得這樣的話 應該觀眾會覺得 很驚奇 這樣子講的話 觀眾在最後會被我嚇一跳 模仿爸爸的聲音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我覺得這是一個辦法 所以我覺得你滿有潛力去做 就是 去做一個目前的表演工作者 OK 但是我們常常講 表演歸表演 不是你的音樂實力 還是要厚度還是要有 所以兩邊要一起加油 OK 很不錯 好 最後一組快講完了 因為創作也想要多跟他分享一下 叫聲音 我覺得聲音非常 蕭媛還在嗎 蕭媛 還在嗎 蕭媛 那邊 OK 蕭媛就是一個酷妹 其實蕭媛我覺得也是有自己的態度 對 音樂員上來 你的吉他 有很多Power Pro的東西 有一點悶 我個人覺得你可以在你的唱 你的歌叫聲音 你應該去練一下你的唱歌 因為你的聲音大概把你的歌曲呈現出來 大概七十分而已 就是你的作曲可能有八九十分的能量 可是你唱完之後 扣了十五分或二十分 我覺得 但是呢 當然我們是專業創作人 或者製作人 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旋律的起伏 還有和聲的變化 還有你的詞曲的貼合度 可是有點可惜 如果你是要往目前的歌手走的話 創作型的歌手的話 或是策記真啊 或是拆成的 絕佳音 那你的聲音要再搶一點 所以我本來覺得 你花點時間去把你的聲音 找好的老師去調整一下 再唱得出來一點 夠你的位置啊 會讓你的作品更加分 OK 而且聲音是這樣有趣喔 當我聲音去練的時候 比如說我有很高的夾力 ¡A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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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音域夠寬的時候 你在寫歌就像畫畫一樣 我有64個顏色跟我有10個顏色畫畫你會不會覺得不太一樣 一定不一樣 所以你有更多的音域或更多的音設計強 你可以把聲音從輕輕輕地到很強 那你在寫歌的時候你的彈性就會 你會覺得很輕鬆 我要有力量的時候我就可以用出來 我要高音的時候我就可以把這個旋律 就是直接上行 其實衝到最高音 可是當你沒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像你有些地方我就覺得 啊這邊應該 可是你可能唱得上去你就變 那很可惜 就是你的聲音 限制了你的寫的旋律的線條的可能性 你就聽Bruno Mars的歌 他們都沒在怕了 好像沒有限制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你如果加強 然後會讓你的作品更棒 OK 好 不要講太多了 這個希望大家都在今天的這個 音樂的盛宴能夠學到很多 我自己也學到很多東西 有很多的創意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在音樂的路上 把華語音樂再做得更好 謝謝你們 謝謝